把握时间回答问题 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说他家里五岁小朋友的皮肤 开始出现像寻麻疹一样的这种情况 他很担心寻麻疹吗 还是一般的湿疹呢 应该怎么判断呢 如果真的是寻麻疹的话 是不是可以治疗呢 那这种东西是可以根治的吗 还是说呢会跟着自己一辈子 像这样子的这个寻麻疹 因为家里小孩发生这种事情 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特别心痛 特别的担心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专业问题呢 我们的这个 库阿小天使为大家找到的是 我们爱斯伯药业的CEO 我们的神农堂的这个中医师 请我们的医学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这是我们柳江华 我们的这个柳博士 哈喽柳博士你好 爸姐姐好 你好 我们刚才的这个寻麻疹的问题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应该怎么解决呢 小朋友这个问题有办法根治吗 刚才就是说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就是像徐马疹一样的疯传 实际上疯传呢就是徐马疹的俗称 它俩是一个问题 那他们和湿疹又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呢因为徐马疹呢 它是它就是外观很容易分别的 那徐马疹呢它是有一项疯传吗 它就是突起来 就是多能摸出来 而且是一片一片的 OK 一块一块的 那就是又不太一样 自诊它说它一般严重的话 它就会有出现这个裂 有伸水什么的 那通常呢 徐马疹就是说 如果是及时治疗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相对来说 湿疹比较难治一些 那不管怎么样 它们两个都是免疫系调引起的 就是说拿西的话来说呢 徐马疹就是一种变态传逆 那通常呢 就是如果是对成人来讲呢 是在于就是精神压力大呀 或者是过度疲劳 就比较就是免疫系统 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就容易出现异常 又发炎症 它实际上出现 它应该说是一种皮下的水肿 看不见 然后呢表现出来的 就是当然是就是突起的 疯传又红又痒 那中医认为呢 它徐马疹 它是就是说肝肤内动的结果 但听众大家就是 不要吓一跳 这样这不是说真正的肝脏 出现了西医能检查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工业 通常的 中医的一个术语 那对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通常呢 我就会建议患者 就是不要吃带壳的海鲜 就避免什么虾呀 螃蟹什么的 另外不能吃烧烤 希腊这些赤肚物 包括韭菜也不要吃 因为他们呢 就很容易诱发 这个蜘蛛疹的发生 或者严重 那对 就是那很奇怪哈 就有个别人呢 包括一冷的时候 像我有一个患者 他只要一坐冷板凳 就出蜘蛛疹 每个人呢 就是毕竟不一样 但是很多呢 是和吃的食物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变态反应 那 它的严重 其他呢 有的呢 就是蜘蛛疹 一两天 它自动就消退了 也不用什么药 有的呢 可能就是说 会反复发作 还有的 像我有 他是因为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 他就来美国以后 他是考西医那个执照嘛 压力非常大 然后他那个蜘蛛疹 就是差不多 前天后 我记得当时 他跟我说 差不多有一年吧 他当时是在外州啊 就要就是 这样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和这个压力啊 生活习惯 什么 不一样 那西医治疗呢 他通常就是说 清了呢 就会反过量啊 那重的肯定就是 会给你激素 每个人都不一样 医生也不太一样 有的医生又给你住 有的医生就 就不愿意给你 对 就是 就是药物消失以后呢 就是 有的就 没事了 有的吃完药 就是消失了 不再发作了 但是有的就 对药物产生依赖性了 了解 你吃药 他就控制住了 不吃药呢 他就马上会再发作 这个实际上呢 但是中药呢 他对食麻疹效果很好的 哦 OK 我这边就是说 很多就是 皮肤病的患者 不管是食麻疹也好 还是湿疹也好 而且他们很多患者 都是看了别的 中医 效果不好 才到我这来 那我这边呢 就是针究中药 同时治疗 这样对 那就是 不管是清的湿疹 还是食麻疹 光中药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重的话呢 好的 中药结合效果就对 因为柳江话柳博士 你的这个电话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断断续续的 所以刚刚讲的 就是食麻疹 或者是食疹这个东西 其实呢 西药有解决的方法 它可能是用它的激素 或是用它的这个 防过敏的药物 但是在中医的部分 有别的比较温馴的 一个治疗方法 也许你吃西药 不太有用 试试看中药 有不同的这个功效 好啊 好啊